已故的夕阳天后惠宁休斯顿的独生女巴比克斯丁娜 那看到呢她今年1月底呢是在自家浴缸溺水了 昏迷将近半年之久 那么81岁的外婆上个月底决定让外孙女走完一生 拔除维生器将她移往乔治亚州安宁中心 巴比待了一个月 今天27号在知心好友陪伴之下 咽下最后一颗气 第一时间插播娱乐签证 一顾夕阳天后惠宁休斯顿独生女巴比克里斯丁 在亲朋好友陪伴下咽下最后一口气 22岁芳华早逝 一月底巴比克里斯丁自家浴缸溺壁 昏迷将近半年 家人上个月24号决定让她自然走完一生 拔除维生器 已往安宁中心 一个月之后病情恶化 离开人世 她将和妈妈一起合葬故乡 8岁就活在眉光灯下 12岁跟和妈妈一块上石敬秀 母女俩好感情不言而喻 三年前惠妮的促势传出巴比受不了打击 精神崩溃 一度住进医院 葬礼结束后更流出吸毒照片 巴比才17岁就染上毒瘾 丧母后更加沉沦 每个礼拜花15万台币买毒 三年多下来挥霍至少2000万 靠着爱情抚平伤痛 巴比投入养胸 尼克拉斯高登的怀抱寻求慰藉 但媒体爆料高登有家暴记录 巴比曾被发现身体有伤 甚至在巴比出事前一个小时 高登行踪不明 警方因此锁定高登 朝向谋杀侦办 曾经歌坛一代天后 可惜所加非人 被丈夫引导 结束毒品祸害一生 配上自己健康和事业 还连累女儿 三年之后步上后尘 结束22年短暂一生 让外界不胜唏嘘 国际中心声音变异